首先第四个新闻很有意思 我们看到就是iPhone现在最大的市场变成中国大陆 以前是美国 但是在美国的这个衰退幅度 今年第二季 它的iPhone掉了9% 所以将来这个手机的市场没有那么好卖 但最好卖的还是在中国 所以中国那它的这个第二季总共衰退9.3% 全世界手机市占率它有这个16% 那这个利润率iPhone还是比三星高很多高2.75倍 那除了这个中国美国 接下来是日本英国印度第三第四第五名 那么这个印度的话大幅度的成长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中国的重要性 就是美中现在经济不愿意脱钩 那中国的消费市场有庞大的这个潜力 那中国中产阶级它的市场潜力是非常的庞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